為了讓民眾有個開心的年節 院方特別邀請張萬行 及竹山沙聯保文化藝術冊進會 林毅昌等六位書法大師前來現場揮豪 活動當天只要到二樓允具中心兩側血壓 就可以免費索取春聯 我想大概每年過年 當然春節是一個中國人 非常高興的一個日子 因為為什麼可以全家團圓 那春聯我想大概 讓整個一個家庭裡面變成喜氣洋洋 所以我想大概寫春聯 那其實是一個滿有意義的 尤其我們知道中國文字之美 我想大概是全世界裡面 其實我想大概是一個最美的一個文字 所以把春聯掛在門口裡面 其實我想大概是 讓每個家庭裡面 我想大概是充滿了一個幸福 透過活動 不僅希望民眾感受濃濃的年節氣氛 也希望能喚起各界對生理良策的重視 定期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就住我健康管理 我想大概其實 生理良策的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就利用春聯 跟生理良策結合在一起 那只要老人家有願意到我們樓上 那個體驗屋裡面 來把自己的其他良策好以後 那到樓下去我們看到有七位 那個司法師在那裏寫春聯 那這個我想大概也跟大家結言 那冠是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只要好好良解的話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善心人士 要你一起來關心照顧你 議員吳瑞芳對於秀船醫院的用心是相當肯定 也期盼類似活動能經常辦理 也快過年了 祖山秀船就辦一個活動 希望說民眾來量血壓 就贈送春聯給各位鄉親 院長他也在現場揮好 要給民眾 民眾可以說 多多這個費額來入 會合對我們的身體狀況是非常重要 竹山鎮秀船醫院的遠距照護行之有年 此次也透過鄭春聯活動 再度呼籲民眾 尤其是長輩們 培養良策習慣 議長和順風勢相當讚許 也期許院方 往後能持續落實未教工作 明侶雄心儀竹山採訪報導